外部要令到台湾问题不要继续成为 它在明年二十大的一个叛脚石, 这很重要,但同时也要继续 摆成一个较为高姿态去对台湾, 而国际事务上只是年底前 可能透过市长开个会与拜登, 这对于它确立作为世界最重要领袖之一, 无疑都是一个打击, 作为世界最重要领袖第二例是领袖, 美国总统上级后一年都不见了一次, 差不多一年了, 很明显一个不是太理想的处境, 所以我相信希望在国际社会上 争取那些暴光,在那场合建立自己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最高权力领袖的一个身份都有需要, 所以在国际平台上讲多一堆东西, 讲民主制度,讲中国制度只有中华人可以评价, 这些东西,至于有无机会在国际目标最多曝光, 这很难说,一个是客观形势容不容许, 第二个人有无许意愿, 个人我相信是想的,但亦有很多顾忌, 有个传闻说不知会否担心, 像当年赵子强一离开了国家就出事, 这些讲法我相信在一个黑箱系统难免传来传去, 我个人傾向相信在二十大之前, 中共内部不同版块的权力斗争会更激烈, 因为跟着陆中全会涉及民事部署, 事实上都看到,对于是否应该打破过往的规矩, 无限期连任肯定有不同意见, 翻译年事件亦涉及另一个似乎相当有实力的 一个派别的一些挑战, 我觉得虽然都讲得挺忍悔, 但都相当忍悔得来都清楚, 所以我相信国内有异动肯定是, 但是否它完全介绍不了, 暂时我觉得是未至于, 所以暂时都会介绍到, 但你看到一些流亡海、KOL, 譬如赛下的讲法, 你知到问题都是几激烈的, 而近期的动作事实上越来越偏离 一些国际期望和标准, 譬如对新闻媒体的限制, 也事实上越来越多禁区, 我相信这些话题会继续炒作下去, 所以我现在初步也能够讲, 我相信国内不同板派之间的互动和斗争激烈了, 这很肯定都是与六中全会, 以至二十大有关, 最高领导肯定也是想在国际舞台上, 姿态高一些, 因为整六百日无出门, 世界其中一个强国领袖很难向人交代, 现在连G20都可能不去, 这亦很难理解,可以这样讲, 所以我相信是比较急去希望在国际社会, 起码减少负面的批评先, 所以在新海革命的纪念大会, 之后或跟拜登闲完计后, 似乎有些口头上的姿态就放远了, 事实上也无力反, 飞机飞越台湾妖圈这个问题似乎有次数减少, 这都是反映着口点盲没用, 都是要全盘考虑各种得与失, 所以现在看来暂时局面, 台湾会成为西方社会加强对中国围堵 和打压的一个理由, 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希望这种打压 不要影响他在国内的政治理位, 让他自己又会加强打压国内不同板块, 对一些挑战者亦会更加谨慎更加小心, 才会出现近期, 一方面对外远一点, 但对内似乎更加强硬了, 这个特点在这个原因下出现, 军方过去这五六年换人已经换了四五层, 基本上和胡启立站在影响炸军头都坐牢, 所以换了四五层, 地区军事领袖也换了很多层, 所以我相信指挥枪是绝对不会手松的, 而且这种整顿是绝对不会停止, 整顿几多次都会整顿下去, 只要稍微有些少异动, 就会一系列的人有事, 譬如今次千力军之后, 追身落马这位, 当然大家叫好, 但叫好完之后, 跟它有关联的一些军方政法系统的人, 亦肯定会受到整顿, 这些联储也会做, 我相信是, 至于金融系统, 最近似乎有一方面要强调中央领导, 但你见到近来少讲了一些针对富豪的话, 恒大这麽大件事, 你暂时都知道许家印不知在哪, 但起码无人告他, 据说马云又来香港活动, 起码可以出来, 所以加强整顿完, 大家又缴捐款, 似乎这段时间会鬆一些, 但我想暂在中央立场, 现在在这麽经济环境下, 最担心的就是, 我一向经常都讲, 一旦经济环节, 特别是房地产环节出事的话, 会创出一连串的所谓系统性风险, 这是最担心的, 所以一定要管得很严, 所以现在出现一些区, 除了限楼价之外, 限楼价跌都出了, 甚至又有一些二手房的中股房的参考价, 无端端斩了一半, 这些都是防止金融系统出风险, 甚至加强控制, 即是二手楼卖多少钱都要出指路价单的话, 即是控制很严, 和你完全违反市场规律已经, 它都做了有些地方, 所以可想而知, 对国内经济金融一系列的地方财政管控, 就算不能解决问题都希望不要爆煲住, 这似乎是现在的一个主要策略。